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崇尚顾客是上帝 就是好服务 我听过一句对服务的定义 叫服务就是让人舒服 这句话依然表意模糊 但它道出了一个本质 服务是为人的感受负责的 而人的感受是难以量化的 所以服务行业注定有很多参考答案 但谁都不敢说手里握着标准答案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寻找参考答案 然后看情况去运用 今天的这本书将会为你带来一个重要的参考答案 这个答案来自以极致服务著称的酒店 对 这家酒店就是利斯卡尔顿 利斯卡尔顿是奢华酒店的代表 奢华是在国际标准下酒店的最高等级 它因为高质量的服务和奢华的配置被称为全世界的屋顶 它的服务有多夸张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 利斯卡尔顿有个著名的2000美元规则 酒店的每位员工 即使一个服务员 都有权动用最高2000美元的资金来让客人开心 有一次 一对新婚夫妇在沙滩上游玩 丈夫把结婚戒指丢了 利斯卡尔顿的四名员工动用手中的2000美元 买下了四套金属探测器 在海滩上进行了一整晚地毯式搜索 找到了这枚戒指 当这对新婚夫妇第二天一早来餐厅用餐时 戒指就在桌子上等着他们 这个故事被广泛传播 成了酒店服务的经典案例 你看 都说酒店业是最古老最基础的服务业 那利斯卡尔顿可以说是这项古老事业里的代表了 而且 这本书并非出自旁观者的角度 而是由其创始人亲自创作 这本书的作者霍斯特·舒尔茨是利斯卡尔顿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酒店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并且在利斯卡尔顿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 他根据自己在利斯卡尔顿的实战经验写了这本书 也就是说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有实战经验作为支撑 这次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这三个部分也是原书的基本脉络 第一部分我们来简单了解下这本书书名的由来 以及作者霍斯特的人生经历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思考 作为一名服务者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第二部分我们来深入解析利斯卡尔顿的服务心得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探讨 作为一名服务者应该如何对待顾客 第三部分咱们来说说利斯卡尔顿是如何选拔和培养员工的 在这部分我们会领悟 作为一名领导者应该如何对待员工 其实像《绅士淑女》一样服务这个书名 脱胎于利斯卡尔顿酒店的座右名 完整地表述是 我们会以绅士淑女的态度 为绅士淑女们忠诚服务 这个座右名就是作者霍斯特树立下的 他是怎么想到这句话的呢 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霍斯特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体会到 作为一名服务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霍斯特于1939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 在当地人心目中 在酒店当服务员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工作 跟身世淑女的形象可是相差万里 每个体面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工程师或者建筑师 霍斯特的叔叔甚至质问他 你是想当火车站里卖啤酒的那种邋遢鬼吗 他的父母更是激烈反对 但是霍斯特就是不放弃梦想 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三年 直到霍斯特14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终于妥协了 把他送到村外的寄宿学校学习酒店专业 在火车上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 咱们体会一下 儿子 这家酒店是为那些身份享和的先生和女士准备的 我们一辈子都住不进去 你要记得好好洗澡 不要做任何月线的事 你看母亲也认为酒店服务者是卑微的 与那些高贵的身世淑女是两类人 从学校毕业后 霍斯特被安排去一家豪华酒店当学徒 他仅遵着母亲的教诲 小心翼翼地工作着 直到他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 彻底地扭转了他对服务岗位的认识 这个人就是他的师傅 卡尔·泽特勒 当卡尔在餐桌前服务时 霍斯特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他娴熟地在餐厅的各个桌子前周旋着 热切地与客人们交谈 客人们会抬着头认真地与他聊天 在霍斯特看来 客人甚至把留卡尔在桌边当成一件自豪的事 服务员和客人的身份似乎颠倒了 这跟母亲的说法完全相反 为什么卡尔能有如此待遇呢 因为他用非常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仍然保持优雅庄重的仪态 他能对不同国家的客人说不同国家的语言 这一桌讲德语 下一桌是英语 再换一桌是法语 他也以非常高的标准要求着他的徒弟 有一次霍斯特趁客人不注意 把客人不要的牛柳塞进了口袋 卡尔追上他 把辣酱倒进了他的口袋 为什么卡尔会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呢 霍斯特领悟到 因为卡尔看得起自己 他把自己当成一名绅士 在学徒生涯结束的结业文章里 霍斯特郑重地写下了一句话 这句话想必你已经能猜到了 那就是我要以绅士淑女的态度 为绅士淑女们忠诚服务 霍斯特接着写道 就像我的师父一样 我们并非只是服务行业里卑微的适者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得到认可 拥有高级的身份 这句话后来被霍斯特奉为 利斯卡尔顿的座右铭 霍斯特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服务者 首先不能有卑微感 要看得起自己 我认为这是因为服务行业很特殊 它交付的不是产品而是关系 一个服务者的价值感 会经由关系传导给顾客 影响顾客对你的态度和评价 所以对于服务者来说 树立一种自尊自重的价值感 是开始一切具体服务动作的前提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也是本书最重头的部分 来看看利斯卡尔顿 在客户服务方面有什么经验 想要提供好的服务 首先要搞清楚 顾客到底需要什么 在有些场景下 顾客想要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假如你在球场边卖汽水 球迷们想要的很明显就是汽水 最好是冰镇的 但是在酒店服务中 客人的需求却复杂而多样 比如他们想要干净安静的环境 冰至如归的感受 美味可口的餐饮等等 所以要准确识别顾客最关键的需求 得会做减法 也就是要在成百上千个需求中 提炼出最核心的基点 这就是利斯卡尔顿经验的宝贵之处 他凭借多年的经验 从众多的需求中筛选出 三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顾客需求 咱们逐个来看 第一点 客人需要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在利斯卡尔顿的顾客访谈里 很多顾客反馈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希望酒店装修布置成家的模样吗 利斯卡尔顿进一步调研发现 其实客人需要的是一个 让他们感到全然受控 不用担心任何意外发生的地方 即使出了事 也有像妈妈一样负责的人兜底 就像在家里 如果发现袜子没了 他可以马上大喊 妈妈我的袜子呢 而妈妈总能找到袜子在哪 你看服务做出色是锦上添花 客人最基础的要求是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霍斯特说 要实现这一点 需要两个方向的努力 第一 我们要确保自己提供的服务没有差错 我们提供一瓶水 就要保证这瓶水绝对纯净 没有小小的漂浮 我们提供一个房间 就要保证它的门不是黏黏糊糊的 马桶的声音不是太大 除了产品层面 流程方面也要没有瑕疵 比如为顾客办一场宴会 窗外就不能响起噪声 电脑就不能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卡顿等等 第二个努力方向是 一旦出现问题 第一个听到抱怨的员工 就应该对这个抱怨负责 直到问题解决 要知道 我们在家里喊妈妈时 她可不会说 哦 我去喊经理来处理 所以 利斯卡尔顿要求 每位员工都要对顾客的需求负责到底 即使需求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 也要积极调动资源 直到问题解决 我们再来看第二大需求 客人需要服务迅速且及时 他们不喜欢等 霍斯特说 假如客人去餐厅吃饭 等了45分钟饭菜才上桌 即使饭菜再美味可口 客人也不会高兴 假如客人打了客服电话 拿着话筒等了10分钟才接入人工 即使客服表现得再出类拔萃 客人也会很烦躁 所以比起产品和服务多么惊艳 客人更在乎的是服务的及时性 为了实现及时性 利斯卡尔顿要求 电话铃响三声之内必须接听 关于这一点 我还去请教了我的同事 他曾经在另一个奢华酒店 周际酒店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 他告诉我 这个要求周际酒店也有 周际酒店要求 电话必须响两声接听 响一声会让客人感到仓促 三声就会显得怠慢 而且接电话后要马上自报家门 早上好 我是某某部门的谁谁谁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这套话术必须练习到肌肉记忆的程度 如果接电话晚了 除了问候还要补一句 抱歉让您久等了 你看 为了达成及时性 酒店也对于每个动作和话术的规定 是极其细致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大需求 客人希望享受友好的服务 前面我们提到的 保证服务不出错 够及时 这是硬性的质量要求和效率要求 而友好的服务 就是软性的态度要求了 霍斯特说 友好的态度甚至可以弥补 服务质量和效率上的不足 他曾经在餐馆里听到一位顾客说 我发现饭菜有问题 但是这里的服务生态度特别好 连大厨都亲自到我桌前道歉 所以我感觉无所谓了 我那位曾经在周济酒店任职的同事也说 服务态度是重中之重 除了食品问题 大厨出面是基本 餐饮总监也要在场 免当换菜是基本 送红酒送餐券是进阶 如果是常客 要在值班日志里写清楚来龙去脉 未来再光顾的时候 要打起12分精神去问候 而且这一次 最好由服务技能娴熟的人 专盯这一桌 真是滴水不漏 好 小结一下 利斯卡尔顿提炼出 客人最基本的三个需求是 掌控感 及时性 友好的态度 营销专家华山老师曾经提到 服务业的品质提升有三个方向 郑重程度 速度 和亲切程度 这跟利斯卡尔顿的经验 有异曲同工之妙 搞清了客户需求 接下来咱们来具体看看利斯卡尔顿是如何提供服务的 你可以想见 在多年的实践中 利斯卡尔顿总结出了上百个规则章程 就像在一片星空中的点点星辰 而其中有很多已经成了酒店行业的基本 所以本次解读 我从中摘选了其中最亮眼 也最独特的三颗星星来为你重点讲述 咱们来看第一个关键点 叫做 在整个服务流程中 前四步和最后一步最重要 利斯卡尔顿分析了几十万条反馈卡发现 如果一位客人对他最早接触的前四位酒店员工 比如电话预定员 门卫 行李员 和前台有好印象 那么这位客人后面投诉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如果客人一开始就不顺心 后续但凡遇到一点瑕疵就会投诉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是利斯卡尔顿的专利 在一些学术论文中 也专门对此做了分析 给出了相似的结论 所以很多高档酒店有统一的要求 从顾客打电话开始 直到顾客办理入住 这段旅程必须高度重视 加强服务 比如我们刚提到的 电话响三声之内必须接通 再比如客人走到距离员工三到四米的距离 就要开始迎接 而且马上开口真诚地问候 早上好或下午好 再比如在得知了顾客的姓名后 就要真诚地称呼他们为 李女士张先生 而不是简单的女士先生 流程中的最后一步 指的是客人离开时 这个时候切记要跟客人礼貌告别 在客人退房时 或者把客人送到车前的时候 永远不要忘记说一句 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为您服务 这句话很多酒店会忽略 仿佛从客人交上房卡那一刻 服务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体验管理中有一个经典理论 叫风中定律 开头是峰值 结束也是峰值 顾客对整段旅程的印象就会非常好 咱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 叫做 每个人都要在组织内部找到客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按我们一般理解 客户是一个外部概念 组织内的人叫员工啊 但霍斯特不这么认为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餐厅服务员为客人服务 必须亲切有礼 让顾客满意 这点咱们都知道 那么 谁需要对这一点负责呢 不仅仅是服务员本人 还有后厂的厨师 因为如果厨师以为自己是厨房里的老板 对服务员发号施令 那么服务员的心情必然不会好 如果服务员的心情不好 他就很有可能在服务中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进而影响到客人的体验 所以对厨师来说 不仅客人是他的客户 服务员也是他的客户 他对客人交付的服务是可口的饭菜 他对服务员交付的服务是礼貌的态度 在酒店行业 有一个惯用语叫做酒店后厂 用来形容酒店的内部业务区 但是霍斯特不允许员工使用这个词 他把那里叫做酒店核心区 因为在酒店内部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决定了酒店面对外部的界面 这就是服务业跟传统制造业的区别 制造业跟客人打交道的界面是产品 产品的制造过程是一个黑箱 但是服务业跟客人打交道的是人 人的情绪可以通过服务链条上的一层层关系 传导到顾客这里 所以对服务业来说 对待你的同事 也要拿出对待客户的态度和水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关键点 叫做每个人都要做到停下来搭把手 它指的是 每一个员工都不能固守在自己的岗位职责上 而是要为了客人的体验 做工作之外的事情 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利斯卡尔顿的酒店大堂 一名维修工正在踩着梯子干活 这时一位女士走到大门口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这位维修工看到后立马从梯子上爬下来 快步过去为这位女士开门 你看 为客人开门不是维修工的责任 但这样做显然客人的体验会更好 再比如 一位客房保洁员注意到 房间里的浴袍总是被丢在地上 于是就向上级建议 为什么不在淋浴间的墙上装一个挂钩呢 很快 这家酒店的所有淋浴间都装上了挂钩 你看 改善客房的装修不是保洁员的责任 但这样做显然客人的体验会更好 所以你能感受到了 这个停下来搭把手势在强调 当看到问题时 要主动去解决 而不是去讨论 这是不是自己的责任 我听过一句话 服务业是最不能讲究分工的行业 因为顾客可不在乎你是什么岗位 他可能会拉住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问路 可能在餐厅对路过的任何一个服务员说 能不能给我催催菜 这个时候 你怎么可能拒绝顾客呢 书中提到 员工言语中有这两种说辞 你的公司就危险了 第一种是 员工开始多用他们这个词 他们搞砸了 他们就是不明白 第二种是 员工开始说 我不负责这个 这两种说辞都意味着员工开始把手指头指向外 而忽略了自己其实也能做出改变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利斯卡尔顿的服务经验 我特别建议你 一边听一边思考 有哪些点是可以马上用到实践中的 有这么三点 首先 在整个服务链条中 前四步和最后一步最重要 我是否有一些项目即将收尾 或者马上要开头 我应该做什么准备 第二 每个人都要在组织内部找到客户 我的这份工作 内部客户是谁呢 第三 每个人都要做到停下来搭把手 我看到问题的时候 是否有停下来搭把手的习惯呢 好 接下来咱们进一步 聊一个服务中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投诉 有人说处理投诉 是对企业服务的一次大考 即使平时服务出色 也有可能在处理投诉时 慌乱无措 引人诟病 那你猜猜关于处理投诉 利斯卡尔顿的第一条法则是什么 诚感地说对不起 不是这个思路 利斯卡尔顿说 要时刻注意你的面部表情 或许你在语言上 已经对怎么跟顾客道歉 形成了肌肉记忆 但是你的表情会出卖你 无论你觉得投诉者多么可笑 无论你觉得多么无奈 绝不可以流露出嘲笑 或者生气的神色 第二条 无论是不是你的错 别解释 马上回答 我很抱歉 因为无论问题的责任是否在你 你代表的是整个组织的形象 而且客人在气头上 不会听见你的任何解释 当我跟同事说起这条的时候 他特别有感触 跟我分享了这么一个案例 他有次入住一家酒店 三四天了 没人打扫卫生 他觉得挺奇怪 就问走廊的保洁人员 结果对方回答的第一句话是 你应该是没把牌子挂到门外吧 这一句话 噎得他哑口无言 对这个酒店的印象跌到谷底 试想一下 如果对方赶紧回答一句 我很抱歉啊 然后抓紧打扫 这事不就解决了 咱们来看第三条 不要说我们 要说我 这一点挺奇怪的 因为说我们 不正说明我代表了整个组织 这不是更有力的回应吗 但是利斯卡尔顿认为 这会让对方感受不到 你在承担责任 所以请求对方原谅 不要说请您原谅我们 而要直接说请您原谅我 表达歉意不要说我们很抱歉 要说我很抱歉 这一个我字 就会让投诉者感受到你的担当 最后一条 不要试图展示自己的专业性 这一点也挺反常识的 展示专业性不是能更让对方信服吗 但是书中提到 投诉者才不关心你们的制度如何设计 他只关心他的利益受损了 而且展示专业性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你是在拿专业压他 他会更加不满 比如一个孩子家长到学校控诉 自己的孩子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如果学校的回应是 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专业 我们有某某制度规定就应该这样做 那么这只会传达一个信号 我们是专业干这个的 而你只是一个妈妈 可想而知 这位妈妈会有多愤怒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关于如何处理投诉 利斯卡尔顿有这么几个方法 第一 时刻注意你的面部表情 第二 无论是不是你的错 马上回答 我很抱歉 第三 不要说我们 要说我 第四 不要试图展示自己的专业性 好 到这里 关于利斯卡尔顿的服务心法 我就为你讲解完了 接下来 咱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说说利斯卡尔顿 如何选拔和培养员工 利斯卡尔顿对服务水准 有这么高的要求 想必要找到适配的员工并不容易 那么 他的选人诀窍是什么呢 其实在利斯卡尔顿 对每一个岗位 都有一套岗位适配问卷 这个问卷的大致内容 你可以想到 就是关于岗位要求的一系列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方式很特别 首先 他关注的角度不同 比起是否胜任这份工作 利斯卡尔顿更加在意 应聘者是否热爱这份工作 正如咱们强调的 服务是人与人的链接 是要用心动情的 唯有热爱 才能散发这样的精神状态 所以 问卷不仅问沟通能力 办事效率 在招聘客房服务员时 会问让你在聚会结束后打扫卫生 你感觉怎么样 招聘销售时 会问 你喜欢说服别人吗 而且 问卷问题的来源也很特别 可不是管理者聚在一起拍脑门想出来的 而是从公司最优秀的人身上 提取出共性 进而转化成问题 比如 为了研究什么样的人 能成为一个好门卫 他们采访了酒店中最优秀的几个门卫 发现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就是特别喜欢户外活动 这意味着他们不介意风吹日晒 适合户外工作 坐在电脑前 反而让他们不舒服 于是 利斯卡尔顿把招聘门卫的重要标准 定为 是否喜欢户外活动 好 假设用这套岗位问卷 我们已经把人招进来了 下一个步骤 就是入职培训了 你或许经历过这样的入职 新员工花了两个小时 填写人事文件 领电脑 领工牌 经理领着他在各个工位间转一圈 认识一下同事 接着说 谁谁谁在这里干了很长时间了 接下来 请他给你培训一下工作的重点 霍斯特觉得 这是对宝贵入职时间极大的浪费 还记得霍斯特的座右铭吗 让每个员工都像绅士淑女一样服务 霍斯特认为 入职时刻 无疑是渗透这个价值观的最好时机 人类在16岁以后 只要不经历重大的情绪事件 就不会有新的行动了 而入职就是一个重大的情绪事件 在这期间 员工们满怀期待 眼中炯炯有神 这是他们倾听外界信息最认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动作 可以改变这个员工的心智 那需要做什么呢 霍斯特说 不用管那些怎么连接网络 怎么拧紧螺栓的细节了 来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吧 入职第一天 霍斯特会把新人召集到一起 他走到讲台边 第一句是 早上好 我是霍斯特 这里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我的地位很重要 说到这里 台下观众就开始暗自好奇了 这人怎么如此自台身价 霍斯特接着说 但你们也同样重要 你们甚至比我更重要 如果我明天到下午才来上班 可能没几个人会发现 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个人 没有做客房服务 客人立即就会发现 这个表述很有意思 这是在把自己的光芒 转移到员工身上 对员工赋能 过几天 霍斯特会与每个酒店部门 开碰面会 他照样会做一个小型的演讲 他问员工们 假如你们部门 有一天的时间去休闲放松 你们会做点什么呢 几乎每次都有人说 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霍斯特说 那换个场景 你们部门在接下来 六个月的服务旅程中 打算走到哪里呢 回答各种各样 有人说 我们想成为 打扫房间最干净的团队 我们想成为 带人接物最友善的团队 等等等等 霍斯特会一边听 一边把答案写到白板上 接下来 他会让部门经理站起来 指着他说 这位是你们的领袖 你知道他的职责是什么吗 他的职责就是帮助你们 完成你们列出来的那些事 他会帮助你们实现部门的发展目标 这一步是在用自己的权威 来加强组长的威望 你可能经历过冗长的 照本宣科式的宣讲 对比一下会发现 霍斯特的演讲有一个核心特点 就是一直在为员工赋能 这也展现出了霍斯特的领导风格 在这本书的推荐序里 霍斯特的朋友 也是领导力方面的专家 肯布兰加说 霍斯特是典型的仆人式领导者 也就是把自己放低 把员工放大 让员工去发光 霍斯特也说 他并不是一个所谓天生的领导者 没有强大的气场 也不会被票选为最有成功前置的人 但是他特别擅长一件事 就是激励他人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遇人者善催逼 领导者善激励 或许这就是领导力的真谛 不是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 而是像月亮一样柔和 让别人成为主角 话说回来 在这个演讲结束后 培训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就是重复重复 还是重复 霍斯特说 别管你的演讲 多激动人心 24小时之后 员工都会忘得差不多 所以他规定 每个班组 在每次轮班前 都要开一个简短的站会 从企业的价值观 和服务准则中 选一条讨论 组长朗读原文 员工提出自己的见解 之后大家再回到 各自的岗位工作 据说 在利斯卡尔顿 你随意找一个员工问 你们服务准则的第四条是什么 他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来 小结议下 对优秀员工的选拔培养 有四项内容 首先是最初的招聘 要注重热爱 而不只是胜任 并且要会从优秀员工的特质中 提炼岗位要求 其次 是鼓舞人心的入职演讲 接下来是部门内部的演讲 最后是让员工们不断重复 记住所学的东西 书中引用了管理大师 彼得·德鲁克的一句话 文化可以把战略当早餐吃掉 也就是说 一个组织就算有再宏伟的发展战略 如果不能让组织文化充满活力 让每个员工都积极向上 这个战略就是形同虚设的 好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 知识点确实不少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作为一名服务者 首先要看得起自己 树立自尊自重的价值感 在这个价值感的引导下 利斯卡尔顿有什么服务心得呢 第一步 要搞清用户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掌控感 及时性 以及友好的态度 进而要抓住服务的关键点 包括要重视服务的前四步和最后一步 要找到组织内部的客户 要时刻准备停下来搭把手 一旦有疏忽 投诉来了 怎么办 记得 注意面部表情 要立马道歉 而且不要说我们很抱歉 要说我很抱歉 以及不要试图展示自己有多专业 另一方面 关于员工的选拔和培养 利斯卡尔顿的关键动作分四步 第一步 用岗位适配问卷招到对的人 第二步 抓住入职时机 来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第三步 在部门内部再做一次演讲 为部门负责人树立权威 第四步 不断重复 让准则和目标入脑入心 最后我想说 如何做服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利斯卡尔顿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 还会有很多公司 很多学者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参考答案 我也会为你持续关注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staff 帽子 不知道 听完了 帽子